优美乐声搭配彩色喷烟 这是今年大陆珠海航空展的开幕大秀 解放军八一飞行队 哇 好见啊这两架架啊 对对对 密集编队 可以看到 一架飞机进行垂直机动 另外一架飞机坐水平机动 28号上午的飞行表演中 战斗机延续前两年 由大陆国产隐形战机歼20亮相 随后登场的 分别是大陆国产教练机 民用私人飞机 跟最新的大型水上飞机 这回因为疫情的关系 延宕到今天才开幕 不过呢整体规模是扩大的 从我的左手边镜头到右手边 都停放了这个军机跟商用飞机 这数量呢是超过100架 今年现场另一个特色是无人载具 除了展出各种大型无人机之外 还有海上的无人艇也参与静态展示 我们配置了垂直发射的对海型的导弹 这是一个最大的亮点 在这么小的船上应该说不多见 同时我们还配备了反潜的鱼雷 虽然参展装备数量庞大 但因为疫情 往年总会前来的俄罗斯等飞行队伍跟厂商 今年几乎全都缺席 国际媒体分析 这届珠海航展着重于展示中国自产装备 寻找外贸军售的契机 TV新闻 玲瓏市 陈云文 广东珠海 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